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们谈起中国近代的黑帮老大时 杜月生 王金融等人就会浮现脑海 今天我们要说 这也是一位黑帮老大 他的势力可以遍布美国 堪称是最令人敬佩的黑帮大佬 为抗日捐一千四百万美元 罗斯福总统被他打红 此人就是美国鸿门老大司徒美堂 其实司徒美堂是中国广州人 因小时候家里遭变故 父亲去世后 拿着借贷来的五十块龙羊去了美国打工 司徒美堂从小胆识过人 而且小时候学过武术 传言想他手拿一棍子 六七人不能进身 但是打工之路并不安稳 那时华人地位低息 而且又正赶上美国排华法案颁布 长达六十多年的排华运动拉开序幕 而司徒美堂的命运也因此改变 司徒美堂打工的餐厅经常有白人白吃白喝 有一天一群白人来吃饭 一顿胡吃海喝之后赖账不付钱 餐厅老板去找他们理论 却被痛打了一顿 终于司徒美堂再也看不下去了 把那一群白人打得落花流水 还打死了一个人 虽然这件事大快人心 但毕竟违反法律 不久警察就把司徒美堂逮捕 这时华人们集中起来 凑前给司徒美堂找了律师 加上美国鸿门非常赏识他 司徒美堂只待了十个月就出狱了 大概因为几件事影响力很大 司徒美堂出狱后 在华人圈里名声大噪 许许多多的人前来投靠他 之后司徒美堂进入鸿门制宫堂 团队人员也发展到了两万多人 后来司徒美堂成为美国鸿门老大 黑社会肯定少不了和法官警察打交道 司徒美堂也很重视法律问题 所以就在手下招律师处理事情 而罗斯福就在这时候被招了进来 虽然那时的罗斯福仅仅是个小律师 但司徒美堂就是很看重罗斯福 一方面罗斯福豪爽的性格 让人很舒服 还有超强的办事效率 在一方面 司徒美堂越融无数 可能觉得罗斯福绝非持终之物 终会成就大事业 而罗斯福在鸿门自然也是受益匪浅 为他之后的总统之路做了铺点 后来罗斯福成为总统之后 还一直与司徒美堂保持着联系 在抗日战争期间 司徒美堂还利用在美国的势力 给中国战区提供物资支持 尤其是药品 更是解了燃眉之急 美国旧社会的唐人街设有很多唐口 其实和中国的土匪差不多 沾山成王 1931年美国发生了一场大的唐斗 而司徒美堂也被迫回国躲风头 也是这一年 中国的9.18事变爆发 司徒美堂对中国的现状颇为痛心 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他愤然回美国挑起 最后 所有的唐口 以至对外 集资被中国战区送去物资 新纽约的募捐就达到1400万美金 1955年 司徒美堂病逝 世代受到后人的祭拜和敬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